于是像的红茶品质相当好 而先前茶农都采用人工筛选茶叶非常浪费时间 而一台金需要100块的费用 于是像农会争取农委会部住经费 采购一台日本进口价值680万元的茶叶色选机 主要节省人力与成本 感谢我们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的摇分署长 他把我们保障这个经济基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经济基总共自日本经济了 这个色选机 茶叶色选机的部分 开到我们农会680几万 不过因为我们的经费是要有限 所以让他们把我们保障200多万 让我们有法拆工这台茶叶的色选机 这台色选机最大的用途就是 未来有法让我们的地味在采收之后 有法让我们品质比较不良的红色 一支白毛的部分有法打掉 让我们农民在采收之后 不用再在那儿花时间 而这台机器是采用影像辨识技术 来分类茶叶 并将品质不良的茶汁来剔除 也不用担心受潮的部分 不但可以比较省工 未来每个礼拜都会来服务香烈的长农 过去我们为了要把这台米经过清洗 一斤大家有很多人要经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这台机器一段时间 可以经差不多两百多斤 跟我们过去的效率差很多 最主要是用影像辨识的技术 像我们那里的红柿 还有一些较厚的部分可以把它剔除掉 影像辨识完以后就是用风雪的 它我们的控肥杀 又是那种干燥 它吹出来的风是干燥的 这样才会造成我们的经典 会让我们的地位受潮 所以说我们这台经典去经典完以后 我们的品质的政策的提升 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国家省一天 未来我们农会预计一周 要在这里服务一天 新议员王秋淑肯定农会的用心 在农会补助下 不但获得茶叶色选机 也可以更加的省市省力 我们农会这次在农委会 来申请我们的经典基的補助 我们的农会会也有给我们補助 我们两百多万的经费 我们在这些农会 来出到四百多万 来买到我们的经典基 节省减着很大多的我们的农会 来拯救我们的 习近乡的公园这些地基 真正利用我们的农会 来拯救我们的地 全家都差不多要一百块的农会 这次我们来用到我们的拯救地基 来拯救我们的农会 再来给我们的农民收到四十块 所以可以監視到我们的农民付出的钱 相信在农会的协助之下 未来不但能够更加的便民 也可以节省人力时间与成本 让茶农的收益增加许多 记者邱平易 鱼池采访报导